近日,网上爆料肖战包场支持了温泽光导演的新电影《风在起时》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大咖云集 汇集了梁朝伟和郭富城两大影币 质量这一关不用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本该是高兴的事情 奈何友人却故意带节奏 质疑为何不支持王一博的无名 这可谓是欲加之罪 肖战想支持什么电影就支持什么电影 这也有错 某些人的思维不敢恭维 据悉,肖战包场支持了温泽光导演的新作《风在起时》 说起温泽光导演 也非常熟悉了,抛开其他的不说 温泽光导演非常喜欢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 还被舞台演员后遇到一起合影 优秀的人眼光都不会差 这很明显和王一博无名没有任何关系 奈何友人缺带节奏 至于肖战不包场支持王一博的新电影 纷纷表示不了解 说不过去等,不得不说这些人可真有趣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发竿子打不着 为什么要牵扯到一起 言语中竟是对肖战的抵触 很明显就是欲加之罪和幻无词 还是那句话,这是肖战的自由 正常合理,别人管不着 至于为什么不包场支持王一博的电影无名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总之支持肖战的选择 也会跟着肖战一起打开好电影 期待有一天肖战能够和温子光导演合作 好久都没有看到肖战的新电影啦 肖战是实力派演员 欠肖战的电影门票 希望可以补上 肖战未来可及 逆风也要奔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